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际汇款国际服务指南申请表 中国国内收款人的银行账号信息笔 不好意思 是国际汇款服务指南申请表 中国国内收款人的银行账号信息和笔 再次确认一下有没有准备好 准备好之后我们开始今天的说明 首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SBI RIMIT是一个怎样的公司 对于SBI RIMIT来说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但是SBI RIMIT是SBI集团的一个公司 SBI集团的前身是软银金融集团 软银金融集团在中国也投资过几个项目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项目就是阿里巴巴集团 阿里巴巴今年在美国上市的时候 大家可能听说过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日本股东 那便是软银集团 SBI RIMIT所在的SBI集团员工共有5352位 每年的收入是2328亿日元 它在日本的东京和香港上市 它的汇款服务就是我们所说的SBI RIMIT的估计汇款服务 它汇款非常的安全 因为你所有的汇款都会通过我们和SBI损害保险 诸事会设之间缔结的旅行保证金协议 以及在东京房屋局存放的旅行保证金 得到全额的保证 汇款读中万一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您的汇款也会得到全额的保证 这样来说比一般的汇款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SBI RIMIT本身公司也有比较大的一个资金实力 它的资本金是4亿5000万日元 接下来我们接着往下说 目前技能实习商在日本汇款的时候 主要遇到了几个问题 我们想先看一下 第一就是每一次汇款的时候要填的汇款单非常的麻烦 汇一次前就要填一次汇款单 与这相比 SBI RIMIT这里注册汇款的话 只需要填一次单 最初你把汇款信息填明白了 经由汇款的话用手中的汇款卡 在附近邮局的ATM机汇款就行 第二 一般情况下您汇款还要请一个架子 专门抽一天跑到银行去汇 在SBI RIMIT这样 一般不需要您花那么长的时间 想汇钱了 手中准备好钱和汇款卡 到附近的有储银行的ATM机进行简单操作就行 汇款的时间前前后后也就花5到10分钟左右 非常的快捷 非常的顺利 第三 一般汇款手续费会非常的贵 日本这边的话特别是银行 汇款手续费相当的贵 与此同时 SBI RIMIT这里准备了一些比较实惠的汇款方案 今后我们也会向大家详细介绍 我们来看下一页 第一 SBI刚才说到有比较实惠的汇款手续费 一般来讲银行汇款的话在日本要花6000到8000日元 这个金额换成现在的汇率的话大概是300到500人民币左右 与此相比 SBI RIMIT这里提供了一个非常实惠的汇款手续费 汇款方法不同 收费也不一样 首先您是汇人民币的话 收费是1500日元到2000日元 相对银行来说要便宜很多 如果您是汇日元 刚才说的这个汇人民币指的是 您在这里汇的是日元 国内收的是人民币 或者说您汇日元 国内也收日元的话 这个时候汇款手续费是一律3500日元 要比银行来说 首先它手续本身就非常的简单 另外手续费上要非常的便宜 除此之外 SBI RIMIT则相对于一般的银行汇款的话 提供了更多的汇款服务 你比如说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来到日本有各种各样的汇款需求 有的是要还房贷还贷款 给家里人寄生活费 寄家岁钱 中秋节春节或者其他的节日 要寄一些过节费 家里有人结婚了 还要交一下结婚的礼金 我们所说的结婚的份子钱 或者说有的人会考虑到 想尽早的把这个钱寄回国内 交给家里人 传承一个人民币的电梯储蓄 大家可能知道 这只是一个参考数据 一般日本银行的钱 活期的话利率一般是万分之二 相对来说中国那边是百分之二左右 或者说百分之一点几 在好一点的地方 你比如说把这个国内的钱 用人民币定期储蓄存起来的话 一年的定期利息可能在三个点以上 所以说国内的存款利息要比日本高得多 你比如说简单打一个米方 同样的一百万日元 换成人民币现在是比如说 现在这个五万块钱多一点来算的话 你在日本这个钱存着 每年的利息的话可能就万分之几 同样的钱在中国存着 换成人民币存成定期的话 利息的话是百分之几的利息 相对来说这方面还是比较重要的 当然刚才也说到还房奈 还房奈款 每个月都要给国内寄钱的话 非常推荐这种人民币的汇款 人民币汇款的话 一般是小额性的汇款 每笔的汇款上限是三十万日元 二十万日元以下的小额汇款的 汇款手维费是一千五百日元 二十万日元到汇款上限额 约等于三十万日元左右的话 是两千日元的汇款手绩费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比如说 您这个考虑到现在汇率不是特别好 像趁有空的时候 先把钱汇回去 汇到国内的一个外汇户头上 可能是您自己的一个外汇户头 也可能是家里人的一个外汇户头 等到日元汇率 您觉得变得比较好的一点的时候 再在国内买成这个人民币 在国内的银行 或者是找其他的地方买成人民币 这种汇款方式的话 汇款手绩费是三千五百日元 每笔汇款上限额是一百万日元 相对于刚才的人民币汇款的汇款上限额来说 提高了不少 除了汇款手绩费之外 我们还有以下几个简单的一个特点 第一汇款手绩费非常的简单 你一般汇款的话 要填各种各样的繁杂的一个汇款单 SBI Remit的话 第一次汇款你要填一个申请表 进入汇款的话 你用自己的手中的汇款卡到附近的UG ATM机器汇款就行 还有就是汇款到这样一般来说要比银行汇款要快一点 特别是刚才说的这个人民币汇款 一般是汇款的当天 你比如说这边汇了钱 30分钟之内你会收到一个汇款 以受理的一个信息 受理这个信息之后 一般在10分钟之内你的钱就会转到国内的银联卡里 所以说一般可以做到当天到这样非常的快捷 日元汇款的话稍微花一点时间 打到日元的外汇户头的话 一般需要两到三个工作日 两到三个工作日是什么概念 周一打钱一般是周三或周四到 如果是周五打钱的话 周六周日银行不上班 要到下周的周二或周三在国内到账 有的时候到账的话可能要有一周左右的时间 日元这边的话 需要说就是一周已经过了 如果还没确认到日元这个账户到账的话 可以到我们这里来咨询一下 记住咨询这个日元到账的时候 一定要到国内的银行窗口去问这个日元到没到账 人民币的话 当然在ATM机上随便确认就可以 日元的话一定要在银行窗口确认日元的这个金额 在ATM机上是查询不了的 简单的说一下注册流程 首先今天一会儿会让大家准备好笔和纸 填下报名表 有账户信息的 今天填好和在刘卡的政法面复印架一起加上来 没有这个国内账号信息的 好好听 把可以写的地方先写上 然后把不会写的地方先空下来 这两天尽快把不全的信息准备好 准备好之后一起提交给您这个所在的单位的老师 或今后企业的担当 填好表之后这个表会寄到我们这边的办公室来 我们给您把这个信息注册好之后 我可以给您做一张蓝色的汇款卡 是这样一张蓝卡 大家看一下 这样一张蓝卡 这张卡做好了之后 我们会寄到您这个企业这儿 或者是您的组合的地方 企业的组合会把这个蓝卡一块转交给您 您如果想汇钱的话就用这个蓝卡在附近的邮局的ATM机操作进行就行 好 接下来 进入今天最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这个报名表的填法 需要大家把手中的报名表拿出来 需要给大家提示一下 就是报名表的信息可能大家写起来比较认真 比较花费时间 如果有写的不是很确定的地方 你比如说账户信息现在没准备好 您举手告诉老师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录像先停一下 你回去拿好信息再写 或者说您给老师说稍微慢一点 准备好再给老师说您可以开始了 你怎么给老师说稍微慢点呢 你给老师说这个動画止めてください 这个时候老师就会给你把这个现在的视频停下来 然后你写好了之后你可以给老师说 動画开始お願いします 这样说的话老师就会把这个录像再给您重新放起来 好 大家准备好纸和笔之后 我现在简单说一下报名表怎么写 首先第一项报名表最上面 在注册会员那里打勾 如果大家是第一次注册的话 在这里打勾 今后的话 你比如说要更改目前汇款卡的一些注册信息 有银行卡的卡号我写错了 或者说国内的这个同一个汇款人 但是信息有更改了 可以选择第二项 如果今后呢要追加新的收款人 可以打我们的客服电话 客服电话一会儿我会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是中文客服 或者说通过这样一个报名表 再追加一张这个汇款卡 一个汇款人一个汇款方式 这样一张汇款卡 多个汇款人或者多种汇款方式的话 是多张卡 卡上都标了这个汇款人的姓名 请大家注意区分使用就好 接下来是在这个国籍的地方 在中国那里打勾 如果您的国籍不是中国的话 在其他那里写上具体的国籍名 下一项是姓名 姓名的话是您本人的姓名 您是汇款人 您本人的姓名的拼音 姓和名的拼音分开写 这里举了一个例子 您的名字如果是张国强的话 姓里写张的拼音 名那里写国强的拼音 如果写错了 画两段横线在右边重新写 大写小写都可以 大家准备一下写一下 好 名字写好了之后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的话 是写您现在所在的 你比如说您是现在日语学校的话 要写一下日语学校 您注册的这个地址的邮政编码 如果知道的话就写 不知道的话 这个地方就空下来 没有关系 你也可以问一下周围的老师 你可以给老师说一下 这样老师就会告诉您 如果他知道的话 您就写上 如果不知道的话就不用写 具体的详细地址 大家不用写 今后的汇款卡的话 我们会跟老师商量一下 有可能寄到 您老师所在的 这个组合的办公室 也有可能是寄到 您日语学校 也有可能寄到 您以后工作的地址 这个都很灵活 可以随时商量 好 接下来是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 跟大家刚来日本的话 如果有自己的 这个在日本国内的手机号 或者是座机的话 就在这里填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 电话至少要写一个 问一下老师 或者是您所工作单位的 一个电话 如果您问老师 这个组合的电话的话 您告诉老师 这样老师就会把这个电话 告诉您 或者说呢 你所在单位的电话 想知道的话 写一下你以后 所在单位的电话也可以 这样的话 你问一下你单位的负责人 这样他就会把自己 所在单位的电话告诉你 至少要填一个电话 明白电话号码之后 在这里填一下 我们看到电话有两个地方 电话1和电话2 至少填一下电话1就行 如果今后您有了自己的电话 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 更改一下您的电话 好 接着往下 职业这里 大家统一在左上角的 公司职员那里打勾 好 接下来是邮箱 邮箱的话 大家可能在国内都有QQ号 有Q号的话 其实你就有邮箱 您写一下你的QQ号 后面加上这个后缀 A 然后一个圈 后面是QQ.COM 这样就是您的QQ邮箱 今后我们会发一些 那个汇款的电子明细 给您的邮箱 如果没有电子邮箱的话 您和您今后同一个寝室的朋友 同学 同事 会想商量一下 可以共有一个邮箱 或者留一下您组合的邮箱 你比如说您自己没有邮箱的话 您可以问一下您组合的担当老师 你可以问一下担当老师那里 这样老师会给您填一下 邮箱这个地方的地址 好 接下来是邮箱的选试语言 邮箱的选试语言的话 大家统一一下 在这个地方填一下汉语 往下看 接下来是收款人的信息 收款人就是您往中国打钱 中国那边的银行卡是谁开的户 就写谁的名字 您比如说当时开户是你本人 就在收款人这里再写一遍您的名字 不是写实际谁去取钱的 您比如说 您父母知道您银行卡的密码 银行卡也在您父母手里 但是银行卡是您自己的卡 这个时候还是要写你自己的名字 记住是写您当时开户的时候的人的名字 首先先把汉字写一下 比如说您这个收款人叫王英 您又在这里写一下王英的汉字 汉字的名字写好了之后再写一下拼音 姓和名跟刚才一样是分开写 先写姓的拼音再写明的拼音 大写小写都行 如果写错了 画两段横线在右边重新写 接下来呢 是写一下您国内开户的时候 这个开户人的地址 你比如说您这个家是这个辽宁府帅 但是您是在辽宁大连开的银行的户头 这个地址是写您自己家的地址就行 当然是写辽宁府顺那 你写辽宁府顺的拼音 或者说您家也是大连的 您也是在大连开的户 您又在这里写辽宁大连的拼音 只要写到县市就可以 只要写到省市就可以 比如说您不需要写具体 您是大连网房店或是哪里哪里都不用写 只要写到辽宁大连就可以 电话号码也是留国内的一个电话号码 如果你本人在日本的话 然后国内的户头也是你本人开的 留一个家里的电话号码 这个固化的话从区号开始写 你比如说大连的区号是0411 就从0411横杠 然后写一下具体你们家的电话 如果是国内的联系电话 是一个手机号码的话 就不用加区号 也不用加这个中国的国号 国际电话不是国际电话 电话不是特别的重要 你比如说一般汇款的话 不会说每笔汇款都会给你家里人打电话 偶尔会遇到一些汇款有问题的时候 需要向你本人或是家里人进行一下 居家确认的话 有可能打这个电话 但可能性非常的小 大家填一下 好我们接着看一下 接下来是和收款人的关系 和收款人的关系 如果是你父母的话 就在父母那里打勾 其他的也有相应的 比如说你爱人的话是配偶 子女的话是儿女 兄弟姐妹那里是在兄弟姐妹那 或者是亲戚 或者是本人 什么都不是 你比如说是给家里的朋友 或者是男朋友 女朋友 其他的一般朋友打钱的话 是在其他那里 然后里面 或湖里面写上友人 这里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张 好下一项是要写一下汇款目的 一般情况下 大多数最普通的写法是写生活费 然后有其他的特殊目的的话 就在这个括号里 稍微写一下具体的目的 这里非常的简单 接着看一下下一项 好 从这往下呢 就要写具体国内的银行账号信息了 银行账号信息写之前 要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可以汇两种汇款 汇人民币和汇日元 就是说在国内你可以收人民币 也可以收日元 收人民币的话 要求国内的这个收款的账号 是一个银联卡的账号 收日元的话 要求国内的账号是一个外汇账号 什么时候汇人民币 什么时候汇日元 我刚才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单比的汇款的话 金额小于30万日元 30万日元的话 按现在汇率大概是16000块钱左右 你比如说每个月进行一下 这个房贷 还房贷 还贷款 或给家里人 你比如说你孩子 你爱人在国内 你父母在国内 定期寄一些生活费回去的话 或者压岁钱 或者结婚费子钱 或者想在人民币 在国内存点钱 这时候你直接会人民币比较好 以前的话 你比如说在银行会的话 因为这个手续费是6000到8000 非常的贵 其实想每个月会 但是一直就是钱特别的 手续费太贵了 所以说一直攒着没会 这样的同学 这样的先生或女士的话 推荐您使用这样的人民币汇款 反过来说 您只是想有空的时候先汇钱 因为您不是每天都有空 工作特别的忙 然后等汇率好的时候 在国内立刻就换成人民币 麻烦国内的人直接换成人民币的话 这个时候就是先汇日元 先汇日元的话 您就一会儿填一下这汇日元的相应信息 或者说你两个需要都有的话 或者说你现在还决定不了的话 这样的朋友的话 您两个能写的话就都写 写之前的话 您先看一下 您国内这个人民币汇款 需要一个银联卡的账号 银联卡的账号的话 有几家银行可以用 包括中国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等银行 目前中国农业银行 和邮政储蓄银行还不行 您可以看一下您汇款指南 那张彩色的汇款指南的正面的 左下角有相应的可以汇人民币的银行 首先确认您这个银行可以收人民币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看一下您国内的这个银行卡 或者您手中拿到的这个账号信息 是不是15位到19位 15位到19位 一般银行卡的话都会有一个银联标志 然后位数的话一般是15到19位 15位到19位的一个数字 您抄在一会儿的这个报名表上面 汇日元这边的话 一会儿我会简单说一下信息会要求的比较多 首先我们接着往下看汇人民币这边的需要的信息 好接着往下写汇人民币的话 大家就是比较有余用的话可以先写着 在汇人民币去对方账户那里先打一下勾 然后写一下国内的这些银行卡号 也就是银联卡号 可以用人民币汇款 因为这样 几家银行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中国银行 中国沟山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光纳银行 交通银行等一些地方银行 银联卡号最长19位 最短15位 大家在这里写一下 拿出国内的这个给你的汇款指南 或是银行卡 写一下 好这个信息写完了之后我们接着来往下看 另外是汇日元这边 刚才说过人民币的话 其实大家都明白在国内填一下这个银联卡的卡号就行 非常的简单 汇日元的话要填的信息比较多一点 首先你拿一下 刚才说了 你可能国内只给你了一个账号 国内一般的这个银联卡 特别是中国银行的银联卡 是一个卡号 但可以收多币种 既可以收日元 也可以收人民币 人民币的话 它只要是15到19位的银联卡 的卡 相应的那几个 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这样银行的银行卡的银联卡 都可以在刚才那地方写一下 日元的话 既可以写刚才那个银联卡的卡号 或者写你存值 或者呢 日元这个地方 你可以写一下存值上面所标记的一个账号 账号的话 就不一定是超过15位了 可能是13位 可能是12位 相应的在这个地方填写一下就行 首先呢 在汇日元这里打一下勾 刚才汇人民币那里也打勾了 这里也打勾了 那我们就是给你做两张卡 做两张卡的时候 其实特别的方便 你想汇人民币的时候就汇人民币 想汇日元的时候就汇日元 你觉得你这个 现在汇率还不错 那就汇人民币 你觉得汇率还比较差 那就汇日元 另外你在国内要是经常要汇款的话 人民币汇款比较实汇 你汇人民币就行 你不是特别经常汇钱 只是先觉得有时间的时候 先把钱汇出去 然后等国内汇率好的时候再在国内换 那你就只汇这个日元这边 比较推荐是两个都打勾 然后根据你需要两张卡 到时候再决定使用哪一种汇款 日元这里先打勾 然后收款银行 你国内是在哪个银行开户的 中国银行开户的话就在中国银行的前面打一个对号 如果不是中国银行的话 在其他那里写一下具体的银行名 接下来是分行名 分行名的话 这里有一个小畅门 您比如说您这个国内的这个分行 稍微等一下 我翻到下一页再说这个事 您比如说您国内的这个分行名 您是瓦房店开的一个户 中国银行辽宁大连瓦房店开的一个户的话 您在分行这里写一下辽宁大连就行 省加市 省市名就可以 不需要写那么具体 省和市的拼音基本上就可以 或者说您是黑龙江哈尔滨开的一个户 您在这里写一下黑龙江空格哈尔滨的汉语拼音 如果有写错的话 这个地方格子比较小 画两道横线 引个箭头 到右边的这个SIFT CODE里面 具体再写一下这个支店名 画一个箭头过去 如果有写错的时候 或者是您是山东泰安 或者山东邻仪 或者山东维方开的户 您在这里可以写山东空格台湾 或者山东空格林医 或者山东空格维方 河南浦阳 您可以河南空格浦阳这样写 这是几个比较常见的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接着下一栏是写一下 国内的这个外汇户头的账号 您可以写一下 国内给您存款指南上 如果有这个账号的话 您抄一下 如果您在汇款指南上 没标明具体账号是多少的话 您今晚您就需要问一下 国内的家里人帮忙查一下 外汇的户头 大师开户的账号是多少 知道了之后 填好第二天或第三天 再给这个担当老师交上去 大家抄一下账号 账号有可能是15分以上 也有可能是15分以下会日元的情况下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些地方写的比较花费时间的话 可以给老师说一下 老师就会给您把这个動画停一下 这个動画的意思就是视频 这个视频停一下 当您写好了 您再给老师说 这样老师就会把这个录像 再给您接着放下去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接下来呢 是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里面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说我同意这笔汇款 注册的个人信息 也确认这个汇款 所要遵守一些法律规定 确认无误的话 就在签名那里写一下您的名字 汉字的名字 然后写一下当天的日期 如果今天是2014年11月13日的话 就写一下201411 13 如果你比如说 你有一部分信息填好 但是有一部分信息还没确认好 你等你确认好的时候 再写一下当天的日期就好 好 大家签一下名和日期 好 刚才已经把这个报名表的写法 给大家相对的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大家应该比较清楚了 报名表的话 您可以现在把笔一停 把表一放 报名表有两张 撕下第一张来 一会准备交上 第二张的话需要您留底 它是自动复写在上面的 接下来我讲一下 你比如说您这里填了一个报名表 我们两千七之后做好汇款卡 两到三千七左右做好汇款卡 给您通过组合啊 或者通过您企业 或者直接寄到您那儿 接下来是怎样一个汇款流程 您今后手里有钱 您工资卡当然可能是另外一张 先从工资卡里面取出钱 然后拿着我们做的这个汇款卡 我给您标一下 这样一张蓝色的汇款卡 到附近的邮局 邮局的ATM机 日本的邮局是两道横一道树 红色的标记 非常的好找 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有局 您看一下ATM机的工作时间 只要是ATM机工作的话 您就可以入款 ATM机的话 一般是工作日9点开始工作 一直工作到8晚左右 或者是周末节假日的 周六上午至少也会工作 您到时候可以看一下 只要是ATM机工作 一般就可以 接下来我会讲一下 您在ATM机是怎么操作汇款的 非常的简单 大家看一下 首先刚才说了 汇款前您需要准备好汇款卡和现金 现金的话是必须是纸币 你不要带硬币过去 日元的现金有1000日元 2000日元 5000日元和1万日元 最大的话 您可以准备100张纸币 也就是说面额最大的1万日元 全部准备好的话 最高是100万日元 其实你要汇人民币的话 最高就是30万日元左右 你比如说20万日元 10万日元 这小额汇款都可以 汇款手续费会相应调整 拿好卡 拿好要汇款的现金 到附近的邮局ATM机去 这样的步骤 我简单介绍一下 画面应该如何操作 首先ATM机左上角有一个按钮 叫Oatsuke-ire 这个按钮是存款件 先点一下左上角的存款件 大家可以念一下 Oatsuke-ire 然后把汇款卡插到汇款机 这个自动存款机里面去 在接下来的画面 点一下一个按钮 画面的话 蓝色按钮只有这一个 叫提携金融机关卡 提携金融机关卡 也就是说提携金融机关 就是合作金融机关的意思 点一下这个键 接下来的画面的话 需要你点一下确认 蓝色的确认键 下一个画面也是一个确认画面 再次点一下确认 接下来是放钱 钱要整理好 你不要窝着 然后放到这个投币口里 纸币的投币口的话 最多可以放100张 看着这个钱不要有折叠的 或是无损的地方 如果有无损的地方 他会自动数钱 最后这个机器不能识别的钱 他会再退出来 退出来的话 您再把这个折角重新整理一下 再放进去 让他继续再数 数好了之后 您会确认一下金额 没错的话 这笔汇款就结束了 我接着往下看 最后顺利的话 会出现这样一个确认金额的键 金额对不对 金额对的话 点一下右面的这个蓝色的确认键 点好确认键之后 汇款就结束了 您手里取一下这个汇款的小条 拿一下这个汇款卡 留到下次使用就好 这样来呢 就完全是自动处理了 如果您是汇人民币的这个汇款的话 国内收人民币是 我们这里收到您这笔汇款入款之后 10分钟之内 就给您处理到国内的相应的 银联卡的账户里 如果是汇日元的话 我们会转到您相应的外汇户头里 转到相应的外汇户头 一般是需要两到三个工作日 最长的话是一星期左右 转到人民币的话 人民币的银联卡账户的话 一般是当天到账 好 这点大家理解清楚的话 我们接着来往下看 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下 收款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收人民币 一种是收日元 具体的来说呢 汇人民币的话和这个汇日元 手续费是不一样的 然后汇款上限额是不一样的 另外这个国内可以使用的一个收款银行 有相应的不同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汇款上限额 您国内是银联卡 然后是收人民币的这种汇款服务的话 一笔的汇款上限是约为30万日元 然后和人民币的话 按现在的汇率来讲是15000日元左右 15000人民币左右 这样的汇款刚才也说过 一般就是您家里有住房贷款 或者是有借的钱 或者是给家里这个亲朋好友 打过年过节费 或者是父母的赡养费 孩子亲人的这个生活费 您都可以用这个人民币汇款 每笔上限是30万日元 日元汇款的话 每笔上限是100万日元 就是这边汇日元 国内收的也是日元 这个是包括手续费的 也就是说最高您汇一百万日元的话 国内是扣出手续费之后给您入账 不敢手续费如何来计算呢 小额的话汇人民币合适 大额的话国内是收日元合适 你比如说年民币汇款的话 汇款金额是20万日元 国内是收的人民币 这个时候首先邮局的ATMG 有一个入款手续费 入款手续费根据金额不同而不同 20万日元的入款手续费是500日元 再加上人民币的汇款手续费是1500日元 总共交起来是2000日元整 如果您入款金额是100万日元 然后是那种汇的日元 国内收的也是日元 这个时候手续费是这样的 入款手续费是500日元 然后国际汇款的日元汇款手续费 是3500日元 总共是4000日元 不管怎么说都要比银行要实惠一些 另外一般银行汇款的话 有可能会发生一些额外的费用 比如说周转银行 周转银行手续费 或收款银行手续费 这里的话 向大家郑重说明 我们没有任何追加的手续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怎么确认到账呢 刚才说过 如果您是汇人民币 汇日元国内收的是人民币的话 一般是当天到账 我们这里的话 收到您这个入款通知 也就是说您入款之后 30分钟之内 我们这里会发出一个入款通知 之后您这个钱几乎是 很快就会打到国内的人民币账号里 国内的亲人 在确认大账的时候 在附近的ATM机 或银行插口插行就行 看一下这个余额增加没增加 如果是另外一种 汇日元到国内的外汇户头的话 需要您国内的家里人到银行窗口 千万不要去ATM 千万不要去自动取款机 自动存款机那里 您要到国内的银行窗口 确认一下日元的外汇户头 您如果是确认 普通的人民币户头的话 因为一个账号可能会有多个币种 可能会确认错或者确认不到 确认一下日元的外汇户头 倒霉到账 一般情况是两到三天 两到三个工作日到账 最长的话要花一周左右 一般情况下 如果超过一周还没到账 您可以和我们联系 客服中心一会我们会留下联系方式 我们会给您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追查 非常的放心 非常一般情况下的话 不会出现一些这个 你比如说汇款 汇出去一到两星期 国内一直没有正常全人老大款 一般情况下 这个时候您和我们的客服联系 我们会全心全意帮您查询这笔汇款 好简单的说明已经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大家准备刚才收到了几点 提交一下这个帮名表的第一页 私下来交给老师 如果您有什么不明的问题 您记一下这个底下的联系电话 03-5652-6759 拨通之后选择中文服务 我们会有中文客服服服务人员帮您服务 或者说刚才说过 您要更改这个汇款卡的一些注册信息 或者追加一些收款人的话 您也可以打这个电话 随时进行咨询 或者说您也可以通过 您组合的相应的担当老师 追加收款人 或者更改汇款的信息 好 接下来 下一页我要给你们组合的老师 进行一下简单的介绍 我要转成日语进行说明 ではこれから日本語でご説明を続けて ご説明申し上げたいと思います 共同組合の担当様 本人確認した方のサインと筆付を ご記入お願い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申込書をご回収していただいて 申込書左下の方にCHK確認のところで 社長旗もしくはサインの方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そして当時の日付のご記入もお願い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記入後材料カードの両面コピーと一緒に 弊社の入力の丸口の方にご郵送の方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最後ですね何か質問がございましたら SBRM市と株式会社の方にご連絡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ので 担当者の方ですね クリタ、チョ、アイスカリ、あとバンというものは バンというものがおりますので電話番号の方を持ち上げます 東京03-6229-0792 もしくはメールでご案内申し上げたいと思いますので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